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两天呢 有一个热条 热头条就是 湖北 江西湖南三省 准备搞这个跨省旅游连卡 这是好事了 那个促进旅游嘛 因为旅游在这两年比较受伤 那么 这三个省搞跨省旅游 突然间三个楼火了 三个鼓楼火了 分别是 江西的腾王阁 湖北的黄河楼 还有湖南的越洋楼 那么 名义上是三个 那么实际上应该还有一个 凑成四个 就是四大名楼 那么过去呢 对四大名楼的定义呢 有争议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说法 也是为了各自地方的经济利益了 但比较认可的 那主要是四个 除了刚才说的三个以外 还有一个三西永济的灌雀楼 那么这三个楼里面哪个最好呢 那么我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是湖北人 先说黄河楼 黄河楼 现在看到的黄河楼 不是过去的古建了 是解放了以后才新建的 是在 应该在1984年吧 刚刚刚经结构了 刚经火领土 就是这种结构了 就不怕火 因为它最后也是火一火 那么这个楼 名称在外 大家都知道 主要是因为崔浩那首诗 他写了这个 当时他登这个黄河楼的感想 以至于后来 李白来了黄河楼的时候 看到了崔浩的这个诗 他都不动笔了 因为觉得崔浩写得更好 所以他就不动笔了 秦川历历 汉阳树 芳草七七 阴五周 细了一层黄河楼 此地空于黄河楼 OK了 这首诗很有名 因为它可以俯瞰长江 长江在那个地方 它相当来比较窄 因为它是龟蛇蜀大江 所谓龟蛇蜀大江 就是龟山和蛇山 那么黄河楼 最好拆它位于那个位置上 也就是现在 现在的这个 武汉 长江大桥那个位置上 据说以前不在那个位置上 但是也差不了太多 那么这是黄河楼 肯定是位于这个 四大名楼之一的 那么还有 你在说说湖南的岳阳楼 那么岳阳楼呢 在这四大名楼里面呢 它的这个形式是最小的 因为这个楼呢 还是真正的古建 它建于清代的同志 我说这个建于啊 并不是说始建于 而是最后重建于清代的同志 所以说它是 这四大名楼里面 真正的古建 其他三个呢 都是解放以后才建 所以说 要想看真正的古建 就得去看岳阳楼 也许就是因为它是古建 所以它修的不是很高 形质来讲 它是最小的 那么在岳阳楼那边呢 你可以俯瞰千里洞庭 洞庭湖也是非常棒的 这四个楼我都去过 每个楼都亲自登上去过 所以还是有发言权的 那么岳阳楼呢 它出名的也是因为一个文学作品 就是岳阳楼记 范仲淹 最有名的一句话 先天下之幽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 体现了作者范仲淹的家国情怀 那么岳阳楼呢 还有一个墓 就是小桥墓在那边 大桥小桥嘛 小桥出家了 它就这个 这个典故了 上国典故 那么在那边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尽管这个岳阳楼 它的形质小一点 建筑不高 也不是很气派 但是它的这个 登上去以后啊 你俯瞰这个千里洞庭的感觉 也是 别有一番滋味的 别有一番滋味 好 就是岳阳楼 好 我们再说湖南 再说这个江西的这个 藤王阁 那么藤王阁呢 现在看到的也是解放以后修的 因为它过去的古剑呢 毁于战火 在1926年吧 好像是 这个军阀 军阀给烧掉了 这些军阀 哎 怎么说了啊 那么这个藤王阁呢 格 以序 著称 序以格为名 就是藤王阁序 就是王博写的藤王阁序 那么这个王博呢 当时很年轻 他26 27岁啊 他写藤王阁序的时候 是因为当时的这个 这个这个 地方官员啊 重修了这个藤王阁 那么王博当时不懂事啊 其实地方官员 其实事先已经写好了 一份这个一个一个序啊 然后邀请地方名流来啊 准备公布这个序 但是王博不知道啊 他有点这个 有点二头青啊 有点二头青 他就 他也去了 而且现场写了啊 这个藤王阁序 当时的地方官啊 还不以为然啊 不以为然 但是呢 当他写到 那句名句的时候啊 就是洛霞 与孤鹿齐飞 秋水 共长天一色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官员惊了 大呼奇才啊 的确确啊 这是真是一个奇才啊 这个话 真是流传 流传千年啊 可惜呢 这个小子 短命啊 可能是天度阴才啊 第二年就 就就发生事故死了啊 就溺水死了啊 但是他这个 名 这个名片流言了啊 藤王阁序啊 呃 的确确确实 非常棒啊 那么 我们现在看 藤王阁呢 是表面上看是三层啊 实际上里面更多层啊 八九层啊 还有还有地下室 是吧 因为他是 因为他是现在 才建的嘛 很气派啊 很气派 登上去呢 可以看看这个江啊 长江啊 呃 这是 陶王阁 那么还有一个楼 在三西永济啊 叫灌雀楼啊 灌雀楼 那么灌雀楼呢 也是因为微型作品啊 灌雀楼啊 就是 欲穷千里木 跟上一层楼啊 王之焕的这首诗啊 白日一山静 黄河路海流啊 呃 那么 灌雀楼 现在看到的也是 现在建的啊 古建都没有了啊 古建都没有了 呃 也很可惜啊 呃 那么 去游玩灌雀楼的时候 呃 大家别忘了 再去看一看旁边的这个 西乡记 这个这个 这个 当年西乡记的发生地啊 嗯 大家知道西乡记里面有红娘 啊 有袁茵茵啊 那么 其实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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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呢 是根据作者的真实经历产 来来的啊 因为作者本身 本人啊 也是一个 花花公子 在年轻的时候啊 不过呢 他留下了这个 著名的西乡记 啊 那么红娘也是因为 在作品里面 他在千桥 搭线 那么以至于现在 被我们当代人 引作为这个 婚姻 媒介 啊 媒婆啊 就这么来的 呃 呃 在过去 彭乃格作为四大名楼 OK啊 不管怎样啊 呃 都值得去看一看啊 作为旅游的爱好者 这四个楼都应该去看一看啊 而且他们分散的这个距离不远啊 不远 就特别适合 咱们走一个环线啊 把这地方都去了啊 这可能也是政府部门搞这个三省联名的这个旅游联卡的初衷吧 好 本期视频就说这么多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